酒莫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Erika 這是我們的新單元 我真的太愛喝酒了 真的 什麼 欸 不是 我根本要跟傅賀 這邊會就是搭配一個話題 然後再搭配一種酒類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面做的調酒 那我們今天的調酒是什麼 今天是 Takira 泵 Takira 跟雪碧 就這麼簡單 對 我覺得重點是它的過程 先準備杯子這樣子 泵完之後 就是一口喝完了 哇塞 我們今天沒有要這樣吧 我們就先一次一個Shot Takira 就一個Shot 我們2比1看看好不好 這麼濃喔 你知道我多久沒喝酒了嗎 現在 多久 呃 多久 兩個禮拜 可以吧 酒吧 兩個禮拜是喝酒嗎 好像是酒欸 以你愛喝的程度來 都加進去之後 我們拿一個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要 杯墊或比較厚的什麼樣的東西 蓋住杯孔 蓋住之後 用力敲一下喔 用力喔 Oh my gosh 就是 讓這樣子有泡出來 喔 就這樣 完成了 加油喔 這不是那麼好 絆倒的 還好吧 欸 你有欸 有什麼難度 不愧是九國女英雄 不要再講這個 真好 太害羞了 好 我們也喝喝看 滿好喝的 眼睛 滿好喝的 今天主題是 呃 生活中的婊子 對 生活中的婊子 我最近有聽到一個我覺得很猛的 我一個男生朋友在跟我分享 就是他最近的對象 他就說 喔 有一個女生 他沒有什麼興趣 可是女生還滿常覓他的 在眼面有到很長 可能就是三不五時會主動 我覺得女生會主動這件事情就還算是 滿明顯的 對 常常會說什麼 喔 在幹嘛 然後男生回去之後就沒回來 這個在幹嘛 應該一次發很多人 我也覺得 因為我這男生滿會拍照啊 修圖什麼 他就說這女生常常會 丟一個照片過來給我 然後說 我跟我朋友出去 然後旁邊有很多雜人 或是我覺得不好看 你可以幫我修嗎 然後我這男生 沒有就幫他修了耶 你有聽出來有想賴怪嗎 工具人嗎 然後甚至有一次 我就穿了一張他只穿內褲 呃 下面有穿啦 但下面就是只穿一個 黑色內褲的照片 他們很好嗎 沒有 很不熟耶 很不熟啊 我就是可能就只出去看過一次電影 我就說這女生滿怪的耶 然後他就說 會嗎 他就知道我會修圖啊 所以就是請我幫他學問 沒有 他的意思沒有那麼簡單 穿內褲的東西給一個不熟的人 但我還是不太懂綠茶標的 他就是看起來無害 然後其實就是有 沒有 沒有害啊 內褲都這樣掀出來了耶 哇 你看得出來你很棒啊 大多數男生不懂耶 好啦 悄悄 我有聽說原本就是 誰要追誰 然後跟朋友講完 結果他們就在一起了這種 我朋友就是先分享了說 他覺得哪個男生不錯 跟那女生朋友講 結果後來沒有想到 那女生就跑去認識那個男的 可能會前面會建立在一個 他要幫他或怎麼樣吧 幫屁幫 就他可能也聽朋友說 欸 這男生不錯 所以他也好奇是怎樣不錯 結果降外就是 後來那個女生就跟那個男生就是在一起了 然後一個女生就是也傻眼 就是想要把好朋友的男生搶過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想那麼多耶 欸 女朋友分享這個男生給B女的話 B女會對這個男生有興趣嗎 我是鄉親人有善良的一面啦 可能B女她不知道什麼是好 她的價值觀裡面好 要建立在可能爸媽 家人 朋友給她的 她建立這個朋友說 欸 這是好的 才會想說 喔 這是好的 喔 這男的不錯 這種人超危險的好不好 是要讓他當朋友啊 這樣才是綠茶錶吧 嗯 是嗎 是 可是他如果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那種 這種事情其實真的很必發生 我國小的時候也有幫我女生 剛好追過一個男生 國小的時候也太小了吧 誰知道啊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玩線上遊戲 所以我跟班上的男生比較好 班上有一個女生就說 喔 我喜歡這個男生 會不會幫我問他 他是平衡啊 我問你問的時候 這男生喜歡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怎麼聽起來有點炫耀的意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就不要有什麼 幫我追這個男生這個行為好不好 不會自己追 自己來 表姿的行為就會放在女朋友身上 就有一個男生 那時候女朋友都會去等他下班 然後他有一次去等的時候 男生就是同時在照顧另外一個女生 那這個行為是表姿 是 這應該就是渣男啦 所以表姿就等於渣男 不完全欸 我應該說表姿的行為 其中有一根渣男的時候 有一次我跟我一個女生朋友出去 這個女生朋友是A女好了 然後B女傳訊息給她說 她現在跟C女在一起吃飯 然後C女說她現在要在跟你男朋友戀 她說她現在正在跟C女吃飯 然後傳訊息給A女 所以B女是表姿 B女是臭表姿 喔 我想到了 因為C女先覺得 為什麼A女會就是這麼討厭她 A女就是每一次看到C女就等她 但是我覺得她表姿的地方是 怎麼可以同步啊 歷史聽起來是她跟A女比較好 在我的認知來說 B女跟C女比較好 因為她可能比較想認識A女 有一些女生會就是這樣子交朋友 分享一些資訊來跟你當朋友 就是如果扯到一些 感情啊 家裡啊 或是她的什麼疾病什麼 真的非常的激扯 但是你的酒店 你還沒喝完那你是不是也沒喝完 為什麼 我一直在講話欸 一直在講話 所以我當然會喝得更慢啊 好 所以我們這次不要敲對不對 好 試試看 所以這個不是Takia Bone 是Takia Sprite OK 我覺得有 口感有差 沒有那麼好喝 最後一個是 我聽過最紅扭的事情 我的閨蜜她是A女 然後她有一個B女朋友 有一次B女朋友問A女說 最近好像認識男生 那種人可以介紹給我 A女朋友呢 剛好她的前男友在找她 因為她那個前男友也有一些 不錯的男生朋友 然後她就想說那可以互相介紹一下 但我那個A女朋友的酒品比較差一點 她就是那種很想要熱鬧 就是為了讓大家都很熟 喝酒喝酒喝酒 然後就喝醉了 一開始可能就是在那邊瞎鬧啊 你知道她那個B女朋友很猛 她那個B女朋友直接跑去她前男友旁邊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好好跟A女在一起啊 她都看得出來 這個男生可能就已經在旁邊這樣 覺得這女生怎麼喝醉什麼瞎 然後她還故意這樣戳一件 然後那男生都說 你看她現在這個樣子 臭 更屌的是 我那個A女朋友呢 揪心之後就很後悔 她就覺得 欸我為什麼前一丟這樣子喝醉酒 然後就是跑去跟B女就是訴苦 說我那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B女就說 喔你做了什麼什麼什麼事情啊 你看看 就是因為你這樣 所以人家沒有辦法好好跟妳在一起 但是我的A女朋友是跟我表達說 其實她也沒有 對她前男友有這麼嚴重的感情 她只是對於她喝醉酒 這個亂鬧這個部分有點走心 有時候人家越講 你就越想說 蛤? 對耶 為什麼會這樣啊 然後她就這樣講完之後呢 B女就跟她說 好啦你好好反省一下 喔對了我們明天有一起約出去玩喔 B女跟A女的前男友的朋友們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就直接跳過A女去約她的朋友 她就是氣到有點心臟痛 所以隔天叫我去她家陪她 就是她們要約出去玩的天 B女就瘋狂打卡喔 我們要一起出去玩了 我們是一個team 那應該是她們第二次見面 她最後最後最猛的一招是 B女直接打視訊電話給我的朋友 然後那朋友接起來的時候 那朋友就說 哈囉我們現在吃什麼什麼什麼飯 好好吃喔 好可惜喔 我們都一起來 是我表紙啊 我是一個 你表紙分享故事的部分 喔你很多欸 是不是 我覺得這群人都是沒有腦袋的啊 笨蛋就去跟笨蛋打一炮就好 不要這樣一下我們的朋友了 那我心喔 我覺得這跟霸凌有點像 比如說你今天跟我講完那個B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就只聽你講的 我沒有去認識這個人 我以前會被這樣對待 大家可能不認識我 就是聽到他們認識的人講我怎麼樣 喔對話點很醜 大家可能就是會 在還沒有認識我 就是當我壞話 但是我就覺得 我跟你很熟嘛 因為我這樣子被對待過 所以我不想要這樣子去對待 我不認識的人 我還是會盡量讓自己保持一個 我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去認識他 待在這個階段 如果我發現 他真的是表紙 我就是不會理到他 所以我生活圈其實很少表紙 我好像也有記得 你有一次跟我說你跟誰出去 然後我覺得很傻意 但我現在突然兇兇想不起 我們等一下再聊好了 我有想到一個 我最近在看的影集 叫漢娜的遺言 在講美國高中生的霸凌事件 只看單一的話 會覺得喔霸凌或什麼 但因為他那個事件牽扯到太多人 越來越多事情撲網 所以你就會去思考 那他跟A B C 我自己個別立場 真的就只有這樣嗎 OK 我們突然變得好正 對啊 我剛剛只在講想說 喔哇 這個業配鋪得真好 欸我沒有接到這個 沒有 因為我想說 先這樣做 挑發機會我就會接到 我現在就A V 帝王啦 所以等我先看完 我再去看他看 A V 帝王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拍影片的嗎 喔對 我對色情片 我不行 臭不要這樣 自己撐任何高級朋友 跟我們講好不好 我不能想 然後我的心情開心一下 對我覺得很療癒 你知道我好喜歡 聽人家跟我分享這個 我覺得太好笑了 太智障了 以後想要聽我們 聊什麼話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 分享給我們 我們可以酒後吐真言 越新拉越好 謝謝大家 欸我幫我講講下去 可以沒問題 酒後吐真言 OK 謝謝大家掰掰 乾杯 乾杯 還很辣耶